白化佛法 众生的佛心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7年11月16号星期四农历是9月28 好那么11月18号星期六呢是农历十月初一啊 希望大家啊这个星期六呢多多的吃素多念经 好那么今天呢利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呢 给大家呢说一下啊白化佛法啊白化佛法 我们经常说啊啊这个学佛人之后啊看问题啊 他比较正面啊一般的呢没有学佛的人呢看问题总是比较片面啊 其实般若了啊其实就是能够找对方向 用人间的智慧啊会找到很多的啊你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非常的可怜 因为他没有智慧 所以他什么都不懂啊 他老觉得一个人一个聪明 聪明是什么只是一个利己 但是聪明人呢我曾经讲过也可以害己 大家想象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聪明反被聪明悟啊 这个苏东坡曾经也讲过啊 人积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悟一生啊 就是聪明反被聪明悟了 因为在中国传统上来讲 聪明能够悟己也能够悟人 但是你悟人了 你耽误了别人了 最后你还是耽误了自己 你看看看 这个王熙凤 《红德梦》里边 王熙凤在大官员当中 他是第一个能人吧 小辈怕他 长辈怕他 老祖宗这么宠他 谁不夸耀他 但是他的结局呢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清清性命 所以智慧不同啊 智慧是了解真相 了解宇宙的本真 他不会害人 他也不会害自己 那才叫智慧 实际上曾经有很多佛法界的人 对聪明和般若经过很多的研究 但是呢 师父告诉你们 聪明只是一种材质 只是一种个人意识 能够理解 快速的理解 智慧这不一样 智慧呢 已经接近觉悟了 就是你能够了知了悟 这个了知了悟啊 已经是超过个人的意识了 也就是说一件事情 你看到了 你不一定能够理解到 你不一定能够解释到 但是呢 了悟呢 就是你看到了 你马上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在中华两千多年的 这个文化思想上面呢 鲁家呢 就叫到我们讲成圣 道家呢 讲成仙 佛家呢 讲成佛 其实都是在 追求一种人生的 高境界 但是在人间呢 这个高境界 怎么样 把它能够更好的升华 你不管想成什么 你至少要懂得 人要有感知啊 这个 心理学呢 认为啊 这个 这个认识 一个情感 还有一个意志 这个三大的心理要素当中啊 这是一个人成功的一个方法 心理学上面讲呢 你对某一件事物的认识最主要 认识了之后呢 你会产生情感 产生情感之后呢 你心动了 你有意志去做了 这是人的三大要素 心理要素 在这个当中 认识很容易做到 但是情感 是我们人最难主宰的 因为我们的情感 今天在变化 左摇右晃 今天这样想 明天那样想 就动摇了你 这个三大心理要素当中的 最后一个意志 你的情感 左摇右晃 你的意志就会变化 你今天对 你所爱的人 左摇右晃 你的意志一定会发生变化 你可能就 不能和他在一起 所以我们经常说 学博人一个志 就是提升的境界 那么怎么样来 战胜自己的执着 而达到佛法界讲的 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佛法界讲的 这个慈悲啊 觉悟啊 觉悟有情众生啊 离苦得乐啊 大家想一想 离苦得乐讲什么 讲的是情啊 让大家都离苦得乐 讲的是情 啊 佛讲 超度众生 实际上就是 和众生的友情 感情 啊 但是你去想超度众生 你就 因为你有智慧 很多人有情 但是没智慧 啊 所以有智慧的话 你才能去 度唾众生 我曾经跟大家讲的 对不对 我们做人 怎么样要有智慧 智慧在各方面领域上面 都会有 你比方说文学啊 艺术啊 科学啊 技术啊 一个工程啊 他都有 智慧 比方说你外交 还有外交智慧呢 但是这是某一方面的特定环境 所指的 那种智慧 因为他 只是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当中 达到了一种提升 而我们人的智慧 而我们 学佛的智慧 那简直就是 啊 这个整个人类的 这个精神的 一种进化 精神的提炼 啊 所以 啊 很多人对 这方面的境界的提升呢 他们真的不知道 啊 我们 经常讲 啊 这个 啊 有一个叫苏格拉第的 他有智慧 大家都知道啊 啊 这个 菩萨 有菩萨的智慧 啊 耶稣也有 他的智慧 啊 老子 孔子 孟子 庄子 都有他们各自的 啊 这个 这个 内涵的那种智慧 啊 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拥有菩萨的智慧 去斗托众生 要排除于自我 你就成为无我 那这句话要记住 你把自我永远放在第一首位 你就 失去了自我 你就失去了啊 这个 就是拥有了自我 所以你不能把自我放在首位 你才能创造出 这个美好的啊 这个超人的这个智慧 所以 师父跟大家讲的意思呢 就是希望大家呢 这个 要理解啊 聪明是一种个人的意识 哎 我对这个事情 马上就明白了 你的意思对了 那你就是个聪明 但是聪明会有 啊 不对的时候 你的意识不对了 个人意识不对了 你这个就不是聪明 那叫愚痴了 而智慧是什么呢 它是超越了个人的意识 智慧就不是一般的这个聪明 因为智慧 它已经是超越个人的意识 而是经过的 本性和对外界外城的一种感应 所产生的一种内涵 能够分辨意识 对和错 这个就叫智慧 所以大家现在都知道 我们学佛人 我们各个都 这个在悔过自心 觉悟 更有的学佛人 过去买鱼啊 杀鸡杀呀 现在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呀 放下嘛 就是智慧 屠刀 就是你自己 所做的那些措施 你要离弃这些措施 断祸正行 所以立地成佛 实际上并不是你立地真的能成佛 而就是说你顿悟了 你明白了 你知道佛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 这个 不管怎么样讲 对一个人的一种了知了悟 这个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希望大家的学佛之后呢 能真的了知了悟 了解自己的生死 了解来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目的 好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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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